北斗跟我们很近 可能好多人今天来是不是坐了贡献单车 坐了贡献单车实际上就运了我们的北斗 它就通过我们的地级增强的高精度 只有我们亚米级分米级的这样一个精度以后 它就可以告诉我们的贡献单车的你们车友 可以准确的停在什么地方 它有一个电子围栏 你们的贡献单车如果不在紫边地方重犯的话 就有短信告诉你 你不是在紫离的地方 我们的北斗离你们实际上是很近的 2008年的文泉大地震 就是应了我们的北斗短暴纹的这样一个功能 地震以后在地震灾区里面 所有的电力设备通信设备全部瘫痪了 里面的信息全部出来 外面的信息全部进去 最后我们的救援的队伍就带着我们的北斗争端 把当时灾区的情况实时的报告给我们的指飞中心 我们的指飞中心知道情况以后 实时的进行了拳救 这就实际上为我们灾区的人民打开了一条生命的通道 我们现在台上的移民也应了我们的北斗 他把我们的北斗说成了是救护神 他们叫做北斗是他们的海上马走 他们到了远海以后 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北斗跟家人报平安 同时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还跟我们的应急指飞中心求救 我们的交通部门利用我们的北斗 形成了一个车辆的一个监管系统 对我们的一些微信品的运许车 我们的长途客车 我们的一些旅游客车进行实时的监管监控 现在跟原来同期相比 在这个事故率和三万利已经下降了50% 它的作用就是这么厉害 实际上现在的北斗是走遇了千家万户 我们的两旦一星的原星 孙家洞原始 他是我们的寒天的卫星之父 实际上就是我的前任 他为了我们整个的北斗欧星力学 现在他88岁高龄 他还是为我们的北斗系统摇旗拉喊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记忆犹新 我们的建设的北斗 关键还是在用 只有把用的更加普及 更加生育 这才是赢家 这个北斗系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 其实简单的来说 在天上它是一个多颗卫星在多种轨道走成的一个星座 同时的在地面也新楼齐步的很多种监测接收机 这两个碗就天上一个碗 地下一个碗形成了我们的天楼地碗 这个天楼地碗就是我们的北斗系统 北斗人为了建设这一个系统 经过这个二十年的努力 走完了美国 俄罗斯四十年的历程 在这个大陆上 凝聚了成千上万的科研人员 为此在奋斗 我在这里跟你们透露一个授举 干我们北斗导航的人八万多人 三百多个研制单位 我们齐心协力 同心同德 凌晨一股神 为我们中国的自举的卫星导航 探索一条广阔的前景 我想起有一个特别 叫我难忘的一个情景 2007年4月17日 我们有十多家研制的厂家 在这个一个大操场上面 把这个接收机摆成一线 等待着这样一个信号 晚上八点钟 下发的第一轴信号的时候 我们十几个应付接收机 同时接到了这样一个信号 这个时候 我们整个操场 是仿佛跳跃 同志们的互相引爆 来走火这个胜利 我也含着热泪 向我们的首长 报告了这样一个胜利的喜悦 说我们胜利了 我们成功了 我们的贫力保住了 我们北斗二号 持续发展的 合法的权力保住了 必须要获得国际电联规定的平力资源和轨道位置 你得不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发上去的卫星是不合法的 我们在2000年4月18号 请继续这个日子 向国际电联申报了这个位置 获得了批准 按照国际电联的这个规则 在获得批准以后 你必须七年内 发射卫星战区 然后把所需的这个平力 信号发下来 才算你真正占有了这个平力资源 就意味着我们的空间的这个国头 你才能拿得到 那就是必须要抢到2007年 4月18号以前 发射这个信号 4月初 就是大概4月23号的这样一个情况 卫星伴随着运载火箭 到了我们的发射场 到了发射台架上面 准备发射 但是恰恰就在 我们进行第三次 总检查的时候 我们的音大机 趋现了异常 信号不稳定 这个音大机啊 实际上就相当于 我们的一个手机一样 它是天上和地下 进行联系的 一个全数工具 但是进退两难 如果要把这个问题的彻底的解决 可能时间来不及 要不解决 卫星上去以后 可能就拿不到这个信号 我们必须把它拿下来 那拿下来又面临着两大难点 第一大难点 要在六七十米的发射塔架上面 还要把火箭的整流罩 我们卫星的仓板 都要把它打开 从这个里面 把我们的音大机拿出来 如果有一点失误 就可能操纵我们 整个任务的完不成 第二个难点 就是我们拿下来以后 我们要归零 就是要把曲线的问题 要把它找出来 然后把它解决 在这些整个过程中 我们要进行大量的实验 这个实验 在我们的发射现场 是不行的 那必须要回到 它所研制音大机的 这个单位上去 但是 这个研制音大机的 这个单位在上海 当时要归这个零 只给了三天时间 这个三天的时间 往返在上海和西山的 这个是不可能的 那就必须要到附近 找一个具有这种 实验能力的地方 去做实验 我们通过协调 在成都找了一个研究所 我们的归零工作的同志 就从卫星运载上面 把音大机把它取下来 抱着这个音大机 坐着汽车 颠簸了五个多小时 赶到了成都 整整整这个三天 72小时没有火焰 通过各种国研的实验 把这个问题找出来了 解决了 这个的时间 已经到了4月14号 4月14号这一天 叫做是最宁静 必须只有在这个时候发射的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第一颗首发的 雷斗二号卫星 成功的发射了 三天的载轨测试以后 那就是在2007年4月17日 晚上8点钟 在频率只有四个小时 期限下 我们的卫星 紧缺的发射了 第一种信号 拿到了这个火法的权力 使我们的 北斗二号卫星的 这样一个火法的地位 巩固了 优优独播剧场 谢谢大家